大家好,这里是飘飘小厨娘,在这个世界上每一种食材都有,她自己的故事。 像甘木尔那样在碗里静静地躺着,她的故事是关于转变与重生的。 白糖和温水轻轻地浮去了木尔的沉睡,让她在这温柔的唤醒中缓缓展开,她的身姿。 如同一朵朵强然绽放的黑色花朵,不急不躁地等待着新生。 洋葱,这个厨房里的常客。 它的辛辣不仅是一种味道的表达,更是一种性格的象征,切成细丝。 它准备在这道菜中展示它的层次感。 而香菜的切割则是对这份层次感的,完美点缀。 长断的香菜更容易释放出清新的味道。 木尔的清洗过程宛如一场一世。 面粉的轻柔抓紧不仅清除了它表面的尘埃。 还给了它一个更为细腻的口感。 木尔的清洗过程师。 水的冲洗,则是对这一仪式的圆满收官,确保了木耳的每一片都清澈如初。 水开之际,加入白醋的举动。 似乎在高速木耳,生活中总需要一些酸甜,以便更好地面对即将到来的热油浇灌。 白醋的加入不仅仅是为了保持木耳的色泽,更多的是为了激发它的生命力。 焯水后迅速过凉,是为了锁住它的脆嫩。 为的是在即将到来的凉拌中,保持最佳的状态。 面粉与玉米面的混合,不仅给了木耳一个全新的质感。 还在无形中增加了它与其他食材相遇。 试得默契。 加入清水,更是为了让木耳在即将到来,的蒸汽中更加坚韧。 这是一种准备,也是一种承诺。 承诺在面对热油时,依旧能保持自我。 小米辣的切圈,大蒜的切末。 葱白的切花,这些看似平常的步骤,其实都在为最后的料汁准备着。 每一样配料都有它独特的性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它们在这个碗中相遇,就像是不同个性的人在生活中碰,撞出的火花。 热油的清泉是激情的释放。 它让所有的香气瞬间绽放。 而生抽、香醋、蚝油这些调味品的加入,则是在平衡这份激情它们像是生活中的调味师。 总能把各种滋味调配得恰到好处。 鸡精与白糖的加入既是为了满足味蕾,也是为了把生活的甜美延续到每一口。 食物中。 当木耳在蒸笼里经历了蒸汽的洗礼后,它已经不再是那个静静躺在碗里的。 干木耳了。 它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和韧性。 洋葱丝和香菜的加入。 是对这份新生的欢庆而料汁的倾斜。 则是为这份庆典增添了最后的华丽。 花生米的加入既是口感上的碰撞。 也是对这道菜质朴本色的一种提升。 它们在抓拌中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每一粒花生米都包裹着料汁。 每一片木耳都带着花生的香脆。 如此,凉拌木耳最终呈现在盘中。 它不仅是一道菜,更是一种对食材本真、味道的致敬。 对生活多样性的松割。 在食材和调味品的搭配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活的缩影。 有的时候它需要热情和激情。 有的时候它需要的是细腻和温柔。 但最重要的,永远是那份不断尝试和探索的心。 这道凉拌木耳,就像是生活的一个缩影。 在爱与关怀中绽放出不平凡的美味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